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之前的内容中呢,我们已经讲到了流程控制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PeerP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数组 那其实说到数组呢,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讲这个PeerP支持的数据类型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过数组 那数组呢,属于我们的符合类型 而之前呢,我们通过标量类型在保存数据的时候 只能保存单一数据 那现在有了数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放到我们的数组中 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数组要学习哪些内容 首先,在数组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数组 那数组呢,简单的来说,数据的一个集合 它在PeerP中呢,数组实际上是一个有序的一个映射 将我们的key映射到value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那数组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个可以分为索引数组 也可以分为关联数组 那区分索引和关联的一个区别就是 看它的下标 看数组的下标如果为数字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索引数组 那下标如果为字符的话 那就是一个关联数组 其实呢,以后等学完这个数组之后呢 你会发现,不论是索引数组也好 关联数组也好,其实不区分 那无非就是通过相应的建名 找到对应的一个建值的一个形式 或者说通过下标找到对应的一个值的形式 那接着来看 我们知道的数组 如何来声明一个数组 在声明数组这一块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声明 最简单的可以通过array这种语句结构 来声明一个数组 你看到可以通过array 声明一个空数组 也可以通过array给值的情况 来声明一个下标联系的数组 那接着也可以通过array 建名对应建值的一个情况 看到一个等号大于号 代表我们的数组操作符 建名对应建值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声明一个数组 那接着我们先看 通过第一种形式来声明数组 来一个例子 prp7 demo ar 声明数组 通过array形式声明数组 那接着就可以写成一个array 括号 那这样写的一个数组 就是一个空数组 那如何检测这个变量是否是一个 变量是什么类型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可以通过one dump 来打印这个变量的详细信息 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组 那第二种形式我们还可以得到变量的类型 通过get type也能得到 dollarsarray 你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数组 那第三种形式我们还可以通过判断这个变量是否是某种类型 可以通过我们的变量函数库检测一下 如果是数组的话 这时候会返回真 你看到布尔的处 那即使空数组 它也叫做数组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声明一个什么呢 通过array的形式 声明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可以通过array 写生一个什么呢 保存一个值整形 符点形 布尔类型 字符串儿型 包括空 都可以 以及以后在这保存一个数组 也是可以的 你看到这是通过array 保存了多个值 而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标量类型保存一个值 这也是一个数组 那现在想看数组的一些详细信息呢 第一种你可以通过wadump来打印 在这再交给大家一个 可以通过printr来打印一下 变量易于理解的一个信息 其实呢printr也是专门来打印我们的数组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就声明了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可以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在这可以发现array 接着这里边的0代表着数组的下标 或者说你叫做建名也可以 接着一个等号大于号 这个是对应的一个建值 建名对应建值的形式 那你看到这样声明的数组的形式呢 就是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记住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数组下标从0开始 这样就声明了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同样的你可以手动指定数组的下标 通过什么形式呢 就通过建名等于建值的一个形式 用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数组操作符 建名等于大于号建值的一个形式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再来声明一个手动 指定数组下标的一个数组 可以这么来写 也是一个索引的array 写成一个值 写成一个12 对应的值是一个 AA 当你声明这样的形式的时候 建议大家把它换好来写 这是一个元素 看起来也方便 再来一个15 对应的值三个b 再来一个55 对应的值三个c 同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建名 放到我们的引号之间 字幅串也是可以的 写成一个ddd 一会儿呢 再来说有哪些类型 可以作为我们的建名 再写成一个负的12 对应的是11 那这样就声明了一个手动指定下标的 所有数组 来看一下 刷新 再来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你看到按照你指定的下标来显示 不管是下标是多少 一个下标对应一个值 一个建名对应一个建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就使用到了我们第二种形式 通过array key 对应value的形式 可以声明一个索引数组 按照你指定的建名来显示 那也可以通过它来声明一个关联数组 也可以 那关联数组和索引数组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下标为数字 一个是下标为字符 再来声明一个 下标 声明一个关联数组 $AR等于一个array 当使用这种key对应value的形式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一行里来写 也可以每一行写一个元素 那首先呢 写成一个用户名 username 对应对应一个值 king 这是一个元素 这在数组中叫做一个元素 你看到多个元素之间 以逗号来分割 再写成一个年龄 age对应的值 可以写12 第三个再写成一个地址 addr对应的值 北京 再来一个是否结婚 married 写成一个处 那这样就声明了一个下标为字符的一个数组 它就是一个关联数组 同样的你可以打印一下这个变量的信息 看一下数组中的一个成员 显示的时候呢 就是以见值对的形式来显示 我可以让它原样输出 就不用每次查看这个原代码了 echo一个pre代表原样输出 有中文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个hider 你看到第三个数组就已经成功了 按照你指定的件名对应件值的形式 那这就是一个关联数组 件名对应件值 好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 还可以通过array 来生命一个混合数组 其实不管是什么数组啊 就是一个原则 件名对应件值 简单的测试一下array 12345 接着再来一个关联部分 写生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值 mess学院 再来一个描述 dnc 对应的写生一个最大的it职业教育在线平台 好简单 这样两个就可以 再来打印一下这个变量 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你可以看到既有索引部分 又有关联部分 那索引部分呢 我们是默认的 没有指定下标 声明的是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接着看到有关联部分的时候 就按照你指定的件名 对应的件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可以作为我们的件名 那件值我们知道了 像我们写过的这些类型都可以 那有哪些元素可以作为我们的件名呢 首先在这来看 数组的件名呢 可以是整形 或者是字符串形 这个呢 我们是用过的 测试过了 那接着如果件名不是整形 和字符串形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自动转换 其实会做这样一个强制转换 首先看一下 如果包含有合法整形值的一个字符串 会被转换为整形 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一个 array 写成一个3a 对应的值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肯定是可以的 你看到 打印这个数组的时候 这肯定是可以的 这相当于我们的 关联数组 3a 对应的值是aa 那接着如果你这样来写3a 你看一下 首先已经报错了 告诉你语法错误 记住这个字符串呢 要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这样的形式 但是我们来验证它的时候呢 这么验证就不太合适 验证什么呢 验证这个谁可以作为我们的件名 对吧 那我们可以通过动态创建数组的形式呢 来给大家验证 好接着再往下 这一块先放一下 再来看什么呢 看一下第三个注意 如果件名重复的话 之前的值就被覆盖了 件名重复 不是件值啊 当然你说我的件值都重复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来看 等一个array 它就是一个数据的集合 值都重复呢 都没有关系 你再看 保存了六个值 都是1 但是如果件名要重复的话 这时候就会产生覆盖了 后面的值会覆盖 之前元素的值 你先写成一个 a b c 这是一个下标连续的 所以数组 它的下标从0开始 那接着如果后面你再来元素 你写成一个 0 对应的值是三个a 这时候你发现 它们两个的件名重复 后面的值会把之前的值给覆盖掉 这时候数组还是有三个元素 记住 刷新 你看到 第一个0 三个a 而不是原来的a 件名重复会产生覆盖 后面的值会把它给覆盖掉 同样的你说再写成一个0 对应的值 写成一个bb 那bbb呢 又把这三个a也覆盖掉了 你看到也覆盖掉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写一个 $ar等一个谁呢 等一个array 来一个关联的 同样的件名如果出现覆盖的话 也会产生覆盖 件名重复 也会产生覆盖 写成一个king 你再写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值写成一个 queen 接着再打印这个数组 结果又是覆盖了 只会出现一个元素 queen 这样的形式 好 接着你看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 件名 重复 产生覆盖 那再往下来看 接着再往下 这个呢 也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来一起 拿个read的形式 也能验证 包含有合法整形的值 的字幅串 会转换为整形 就像我们写的一个字幅串的3 它会对应的一个3 和你直接写的一个整形 是一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echo一个红色的线 通过这种形式是一样的 也可以验证 $ar的一个array 你写一个e 对应的值是a 和你把这个e 放在引号之间 字幅串的e 效果是一样的 对应的值是一个b 这时候你打印这个数组 会是一个b 你看到这个字幅串 会转换成合法的整形 1 也是一个e 那再往下再看 整形可以 那接着我们写成一个浮点数 如果说浮点数呢 它会取整形 转换成一个整形 只取它的整数部分 接着你再来试验 写成一个 3.2 对应的值是一个c 这时候呢 它不会是3.2 所有的界名 而是取的3 你看到取的是一个3 并不是说 它不够四捨五入 你写了一个3.9 结果也是3 你看到结果也是3 这是浮点类型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界名 接着第三个 再看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呢 肯定也可以 布尔类型的处会转换为1 False呢 会转换为0 我们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写成一个处 对应的值是一个d 那现在呢 会把之前的值也给覆盖掉 来看 是不是d了 处会转换成整形的1 那接着False呢 会转换成0 写成一个e 你看到0 对应的值是e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再往下再来看 none会转换为 空次复串 none会转换为空次复串 同样的 如果不写none的话 空次复串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界名呢 可以实验一下 空次复串 对应的是一个F 小心 你看到 也可以 那接着如果你写成一个none的话 这时候它也会转换成我们的 字复串 空字复串 这是一个t 又把它给覆盖掉了 那最后再来看 数组和对象呢 是不可以用作界名的 包括资源呢 也不要把它用作界名 那常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形 或者是字复串形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在通过array 声明数组的时候 起界名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这几点 那接着再往下 当我们写这个界名的时候 如果未指定这个界名 而且之前的界名都不为附属的话 那我们新添加的元素呢 它的界名就是 已有界名最大值加1 这也是针对于我们的 索引数组才有效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来看 写上一个array 那这样声明的是一个下标 连续的索引数组 012 那接着再往下 再写上一个手动指定下标的 写上一个15 对应的值是d 15对应的值是d 那接着我再写上一个e的话 这时候e的下标为多少 你看到前三个下标 不用说012 接着出现一个15 当又新添加一个元素的时候 它的下标 为已有下标的最大值加1 应该是16 不新的话你来看看 记住这个规则呢 就没有问题 是16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再来一个 f 已有下标最大值加1 它应该是17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在所有的下标 不都为负数的话 不都为负数 接着你可以有负数 你说我再来一个 写上一个-3 对应的值是b 这样写是可以的 接着你看到下标有正有负 它的规则还是已有下标的最大值加1 但是如果我数组的下标都为负数的话 这时候你要注意 写上一个-3 对应的值是a -66 对应的值是b 接着你又新添加一个元素c 这时候c的下标不是已有下标的最大值加1了 是什么呢 是从0开始 就这两条规则 你看到c的下标是从0开始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是已有下标最大值加1 那如果是加1的话应该是-2 证明它不是 是从0开始 这是两条规则 在通过array形式 创建数组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这几点 好 最简单的第一种形式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通过array的形式 来声明一下 索引数组 关联数组 并且测试一下 哪些可以作为我们的件名 包括这个件名之间的一个自动转换 强制转换的一个规则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